歡迎收看讓兒DIY 如果你喜歡影片幫我點贊訂閱加分享喔 我是讓兒那這次因為之前我去收購那個人家要賣的二手的輪框 台中一路開到嘉義區有一段上坡的路段 那我就試著把油門加深一點然後把轉速拉到四千轉 燒機油的味道 仔細看一下後照鏡發現說 他排氣那邊開始噴煙出來 檢查之後才發現說我的 廢氣回收裝置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廢氣回收本來只有做驅軸箱的透氣口那邊出來 驅軸箱透氣口那邊出來的機油已經很滿了 我很久沒有清了堵塞 導致說所有的驅軸箱的壓力全部往搖壁室蓋那邊出來 從那邊出來之後又串到進氣氣管那邊過去 然後導致說那邊整個油煙很大 下次就吸到燃燒市區燃燒 整個只要我轉速液大高 所有的油煙然後再加上進氣進來的冷空氣一混了之後 就有點類似像燒機油的狀況發生了 整理完之後我又發現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呢就是說 我發現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 就是說我這一次用的機油來講的話 我這次用機油來講的話我才使用大概一兩千公里而已 反正就是用的機率非常的少 用車的機率非常的少 那我大概在過完過年那個時候去換機油 我那機油來講我用的是5W50的美國神油 至於那個油到底來錄怎麼樣我不確定 反正我就去測了 比較先行的測機油的機子 如果有看我的短影片來講的話 有看我短影片我有拍一小段來講的話 這一隻來測的話 一開始我以為覺得好玩而已啦 那沒想到說他測出來的話倒是蠻準確的 為什麼呢測試說 這個測機油到底能不能真的準確測出說機油的衰退程度到底OK 發現他確實是蠻準確的 留言區做討論就好了 總而言之我這次機油我再去測試來講的話 既然衰退到只剩下十幾%而已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所有的那個 廢氣的壓力正壓力來講的話 一直從那個人說的交往外面出來 從那邊一直出來 那當然我有把那個驅軸透氣口的那個機油回收 那個已經滿了我也把它處理好 處理好之後狀況還是一樣 檢查 檢查完之後就是發現機油的那個油膜 就機油衰退了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機油衰退再讓那個可能因為我 拉高轉速整個溫度拉高來講那個整個油膜都被破壞掉了 那油膜破壞掉來講的話就有一個狀況來講 只要一遇高溫他就產生 那個機油蒸氣出來了 然後我就直接把油底殼啦 包括交曜寡整個都拆掉然後整個重新整理過一遍 然後又去買那個洗引擎用的那個循環油 整個再重新把它給洗過一遍 然後再去買便宜的機油先來用一陣子 然後再換好一點機油這樣子 這次遇到這狀況之後 我現在新的機油換上去來講的話 我有一個誤區來講 就是說你看我前面我引擎大修的那個第二幾個樣子 我不是把那個反向平等走給拆掉嗎 那個平等走拆掉之後有一個油道不是把它堵起來 那個讀起來那個油道的那塊電片來講的話我把它拆下來看 上面有一個All-in 上面那個All-in已經破損掉了 導致說我的油壓雖然沒有顯示 油壓指示燈雖然沒有亮 只是機油燈雖然沒有亮 可是油壓確實也不足了 那這樣子造成兩個狀況 第一個 機油衰退了 第二個 也因為機油衰退的問題產生 導致說 那一點點的有些微的洩漏 那就造成說這次整個機油 以遇高溫他就整個廢氣產生出來 那就導致我這次的狀況像吃機油一樣 我又再多增加一個 那個飛機油回收 只是說很多人會問我說我飛機油回收在怎麼做 然後做了哪一些改良我一直沒有時間去拍電腦 那這次就是直接 你看我前面開頭的片段 我就是用3D電影機印了一個這個 帶的話 我們看到說這個底座這裡 我小拇指指的底座 它裡面會有類似葉片的設計 這個設計出來之後會有什麼作用 當 飛機油氣從這邊進來之後 被削 那我整個弄起來之後這個飛機油 飛機油的蒸氣會從這一個口進進去 進來之後然後在裡面產生一個窩旋 然後在由這個管道裡面 產生一個窩流的一個狀態往上噴 往上噴之後你會看到這裡面會有一個 擋板 這個擋板來講的話是一個錐形狀的 我後面影片來講會有這個組裝的一個狀況 你們來仔細看 我有什麼作用 當 飛機油氣在裡面做快速旋轉的時候 他會在裡面 產生高速的旋轉碰撞 那在高速旋轉碰撞底下來講的話那些 機油分子比較重機油分子就會從底部這邊流出來 因為 熱空氣 就會從旁邊這個細縫串出去 那串出去之後就是我會接到我們的 經濟機管那邊去 做第二次的燃燒 燃燒掉之後來講的話一些有毒氣體 或者是一些 沒有燃燒掉的 汽油蒸氣來講的話會隨著串氣來講混在這裡面 那混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隨著 二次的一個循環 然後再去把它燃燒掉 是 任何一家汽車廠商目前所做的 廢機油氣回收系統的一個原理 那這個原理來講我們講的就是說他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 虛軸箱出來會一個透氣口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講的焦蛙掛 或者說搖壁式蓋 那邊還會有一個透氣口出來 一共有兩個透氣口 所以說我們會去多做所謂的廢機油回收這個動作出測 雖然是老車 可是 這個廢機油回收如果沒有做的話這個問題 會非常嚴重 如果你去查國外的 Escape老車來講的話 或是Escape新款的車型來講 這顆引擎營用出來的研發來講他的問題所在都沒有做一個改善 這個廢機油回收會累積在 進氣吸管那邊 這些熱的空氣 跑到進氣吸管 然後進氣吸管在吸收新鮮的空氣進來的時候 這時候冷熱碰撞的時候 那一些機油會冷凝下來成 真正的 能夠操身體的機油 然後會累積在你的進氣吸管裡面 那特別是Escape這款車來講的話 常常很容易遇到一個故障碼P2188 這個故障碼有很多原因 那其中這個廢機油氣 那些機油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如果你的進氣吸管裡面因為他屬於半封閉狀態來講的話 他的油氣過濃的時候 你的廢機油氣過濃的時候如果隨著你的先天空氣進去燃燒 這時候如果你的 空氣流氧器感知來講正常空氣進去沒問題 但是因為你的廢機油氣過濃 所以說就會導致說燃燒出來的狀況一直產生不穩定 然後你的電腦一直在做調整噴油 調整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他沒辦法再做調整的時候就會跳故障嘛 就是P2188跟2178這兩個故障嘛 遇到這個問題他可能會去更換掉所謂的 EGR啦 汽油幫浦啦 空氣流氧器啦 還有那個 空氣流氧器的電線啦檢查啦 甚至那個進氣箱 進氣機器箱的那個盒子 沒有鎖緊啦等等一大堆問題都有可能產生這個P2188 那我目前 目前抓到很多 會產生這個問題我一一的去把它解決之後 現在目前就在解決這個廢機油氣的問題 那因為我前面其實已經試驗很多遍了 包含做這個前一代的設計 前一代設計比這個更大 但是更簡單 只不過那個設計來講的話太粗糙了 過濾掉機油的機率比較小 或者說濾掉機油空氣來講的話效率效果不好 但是 整個在使用上來講的話我那時候發現來講 已經把驅軸箱出來的那個廢氣 處理的很OK的 也因為這樣這次遇到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我整個去檢查下來 因為有用了這顆嘛 這是我先行設計這個 整個檢查下來之後才發現到說 它的一個效果是蠻不錯的 然後這次又遇到了 剛好遇到了 整個驅軸箱那邊出來的廢極油蒸氣來講非常的大 所以說 趁著這次我就 影片拍仔細一點把這個給拍出來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那 整個這個分解開來之後我再把它組裝起來這個影片後續後面我們DIY去 請把這個調皮拘捏 快走 快走 我想我們習慣了 先把右手包包 我會看到很快 我可以拿回外 要拿著一張 我會想拿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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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